Machine Mixer 做一隻奇怪的兔子 各位同學好 我是文盛老師 我們今天用Machine Mixer 做一隻奇怪的兔子 做一個奇怪的模型 Machine Mixer 他是一個蠻大型的 很好用的軟體 綜合各式各樣的功能 其中有一個就是 組合的功能非常的好用 那我们一样先准备一下小兔子 你也可以使用你喜欢 个人喜欢的模型 把它做汇入 那在Machine Mixer里面 它这里有一个Machine Mix的功能 请你把它打开 那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图案 各式各样的图案 那各位这边 这边还有其他的内容 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让这只兔子与众不同 想要让它长两只手 那你就必须要在这个里面去选择手背 所以你选择手背之后 这边会有各式各样的手背 手掌 手的物件 会跑出来让你可以选择 所以你只要把喜欢的选出来 拉脱衣出来 放在兔子的身上放掉 它就会长在兔子的身上 就会长出一只手背 那如果你想要移动位置 就点选这个 中间这个圆形的十字 它就可以看你要放在哪个地方 就可以去移动到你的 想要放的位置 然后呢 这个外面这个圆圈 它是旋转角度 旋转哪一个角度 然后这个箭头是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兔子 这样一个兔子 那如果你决定好了位置 决定好了位置大小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按Accept 要记得Machine Mix所有的动作 最后都要按Accept才会正式的处理 正式的处理 这样就长好一只手 那觉得很自然 那如果右边也想长了一样 就是一样的步骤 假设我再给它长一个 长一个头好了 这是双头兔 长一个人脸 长在后面 好恐怖 好 人脸长过来 有没有 它就长一个头喔 所以你可以移动位置 要长在头上好了 这是一个人头兔 转弯 位置再移一下 看一下位置 放大缩小 诡异的兔子 这样就可以多长一个东西在上面 OK 那如果你想把某个部位移掉 怎么办 某个部位要移掉 这已经合在一起了 那某个部位要移掉呢 我们要先把它涂起来 所以你要到Slay这边去 先把你不要的部分涂起来 比如说我这个人头不要 记得要旋转一下 每一边都要涂到 好 就查一下 好 涂好之后呢 多一点点没关系啦 多一点点没关系 好 头选起来之后呢 Eres and Fill 然后按 Accept 那这个呢 就是刚刚选的时候呢 有一小段没选到 这个地方没选到 好 那没关系 我们就再把它选择一次 或者多选一点点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抄出来一点点 再做一次 Eres and Fill 好 那就把它移除抹平了 移除抹平了 好 所以 最后记得 Accept 同意 所以透过这样的功能 你就可以去增加 这个模型身上的一些物件 或者移除某些物件 在那儿 私人都介绍于 我会感到 你 事情 这些目的 因为 我会感到 好的 我会感到 在那儿